對女生下手啊 大白天叫你只要休息 孫姓嫌犯走出警局投低的 不能再低面對問題也不發抑鬱 他涉嫌將新北市英哥的環河自行車道 當作自己的狩獵場 性侵夜騎或是乘跑的女子 以致至少有兩人受害罪性重大 據了解49歲的孫姓男子 平時就騎機車出沒在英哥的管前路 與文化路上 他專挑落單女子下手 先是今年6月 在大汗溪左岸自行車道 性侵夜騎女子 接著又在10月7號 躲在貨櫃後面 鎖定跑步落後先生一大截的人妻 所幸被害人大聲尖叫掙扎 才擺脫狼爪 大汗溪沿岸自行車道 監視器密度低 警方偵辦一度陷入膠著 但事隔4個月 孫姓嫌犯竟然在大白天的同一地點 再度犯案 讓警方掌握行蹤 將他活帶 提醒民眾運動的同時 記得結伴同行 也要隨時注意周遭狀況 記得張軒衛的寵物群新美市報導 並不及時尚遺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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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